原來韓國那邊出事的話 我們都可以在年月上看得到 首先我們看看韓國本身的五行 韓國的五行就是貴身 上面是貴水 下面是身金 原來在今年來說 其實我們見到冒人月 木桂就會合化火 火會刻金 金又會刻木 原來我們本身來說 在五行來說 木也可以代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不單是代表人類的 原來木來說 我們可以代表所有的動物 所以原來火刻金打木的時候 這個木就會傷得很厲害 是